同學們走進嵩山文創園區的 巴洛克花園內 放眼望去都是綠色植栽 志工阿姨跟老師們 仔細講解花草樹木的名稱 希望學生們都能夠深入了解 這個像是植物園的地方 很有生態氣息 都是植物 感覺很特別新鮮 因為很少機會 可以跟同學一起來松菸 就感覺就是很放鬆 然後就覺得這裡很美 然後就可以跟同學一起來 覺得很開心 聽完講解 老師一聲令下 學生們拿出手中的平板電腦 仔細尋找山茶花 桂花 以及觀音棕竹等植物的蹤影 對著他們最優美的姿態 按下快門 進行生態導覽採集拍攝 再製作成植物藍曬書籤 為往後的消防酸香展覽 提供最珍貴的素材 開始知道說 認識自己的社區環境 然後也開始留意到 原來我們的社區裡面 是有一個這麼不錯的地方 以觀察生態的方式 用藝術的手段 藝術的方式去呈現 小朋友們的一個生態的觀察 宋山文創園區 與光復國小合作 推動在地生態藝術教育 預計四月到六月 在松菸十七座古董消防專箱 舉行藍曬圖展覽 希望透過創意活動 與多元學習 讓大家更了解在地知識 解釋花船報導